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直播时间 这一节是问答环节 身边的嘉宾继续有Anna 和我们去解答家庭观众的问题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别想太多了 打电话给我们 204-6566 或是电邮给我们ASK at bschannel.com 事不宜迟 先听听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陆小姐 陆先生 陆先生 你好 没关系 你好 是 我想问308和148 308 想看看308 他上了这么多天 会不会上多少 我想有些货放开 是 你多少钱是拿着货的? 差不多2元左右 2元左右 好 我先看看308 香港中旅现在做2个1号2 今天来说升超过2% 陆山在2元这些位置拿着货 想看看上网空间还有多少 看回香港中旅 其实你说这只股份 近期来说消息不算多 但是为何你说升这么多 可能某程度上 你说公司现阶段的人事变动等等的消息 都令到市场会有个冲击或者有个炒作 最主要说这间公司之前就是全职 主席被中共说一些可能违规等等的事件 都说未来有机会换人 但是你说这些消息 是否真的能够刺激到股价升这么多 我这方面会有所保留 但是另外一个消息 你会看回 之前公司就将个芒果网 卖了给母公司的 但是现在市场在估计 会不会有机会再次买个芒果网呢? 因为见到这些相关的业务 前景、发展空间仍然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想你说如果2元这些位置卖了 我想你说这些位置如何去部注 最紧要做好的风险管理 因为你见到股价上升势头 仍然是比较强劲的 你看回整个技术走势 又特别,由7月份开始 在大成交的支持下 股价都不断向上突破 亦都见到今天的股价低见 2.05元这些位置 2.05元这些位置 接着以至大阳烛向上突破 所以这些位置 如何去部注 我想看回 消息未必说短期来说有这么多 在没有消息的情况下 不排除股价会顺势仍然继续推上 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将指站位置置在2.05元这些位置 不止算2.05元暂时来说 可以继续持有 等到股价升到2.05元这些位置 才可以考虑沽出场 希望可以帮到陆山 还有没有问题 他现在建议2.12元 可以上到多少 我想我自己会看回 你说现在的小头 我目标会短线来说 先看2.02元这些位置 所以我建议你的部注策略就是 将指站位置置在2.05元这些位置 不跌穿2.05元 暂时来说继续持有 等到升到2.02元这些位置 才沽出场 好啊 谢谢陆山的提问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1148 是1148 不是1148 建涛化工 是好啊 看一下建涛化工 现在正在做16元 今天来说也是在升8 先 有没有拿着货价 陆山 有啊 我是19.6 买的 19.6的位置 买的 是 有没有机会上去 好啊 好啊 我也是想看看可不可以回到家乡 这些位置 现在正在做16元 在19元这些位置 拿着货 其实这一只 也没有特别有什么消息 说到6月的时候 就是一些 他们河北的附属公司 就是被罚245万元 其实这个股价走势应该是怎么看呢 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到家乡 那你就看回 那其实你说现阶段 都是业绩发布的高峰期 你说有什么会左右这只股价走势 可能真的会看回中期业绩的表现 但是你说化工行业 那其实论基本因素 我看得就不是说非常之乐观 内地方面有很多行业水泥 降跌等等 都面对着产能过程的问题 而化工行业 同样地都是面对着产能过程的问题 比较严重的其中一个行业 所以你说看回业务上面的表现 很难会有个很大的冲劲 甚至你说这个行业 整合可能仍然会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你说要回家乡那些位置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你说化工行业 都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炒作的因素 看回始终化工行业 和内地的经济敏感度相对比较高 现在市场对于内地的经济看法 是看得比较正面的 所以这些位置暂时可以继续持续 从整个技术走势 比较关键的支持位置 15.5这些位置 不跌穿15.5这些位置 暂时我建议你可以考虑 继续持续持续持续 短线阻力位在17元这些位置 看看后市能不能够突破17元这些位置 如果能够突破这些位置 可以等到股价升到18元以上 才去减次理想 好 谢谢Anno的分析 也谢谢绿山的查询 接下来再和Anno去看一看 再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 有 是 是 方先生是不是 是 是 方先生你好 你好 是 是 想问什么股票的 2008元 和我今天7元 买了 他 他 纯盘空间 多不多 他会 什么时候进入 指图成分股 好 好 看看晚舟国际 方先生在7元这些位置 现价也是在用7元 或者看到他們上市之後的流通量等等 的確是有條件進入相關的指數成分股裡面 但是留意說相關的因素 不排除之前真的一早炒上來 這些位置反而我覺得你要擔心 會有一個高追的風險在這裡 因為其實論基本因素 又不是說真的那麼強勁 始終現階段市場對於內地方面的豬肉供應方面 看法仍然是比較波動 這個行業面對著很多的問題在這裡 食品安全 除了食品安全之後供應等等的問題 都是面對著一大堆的風險因素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其實你又看到了 從整個走勢上面上市到現在位置 那的確升了不少 那你再看 我想留意一下可以考慮看止攝位置 在6.9毫半這些位置 不跌穿6.9毫半這些位置 暫時來說可以繼續拿著 那我覺得你說再看 不跌穿這些位置 暫時來說仍然可以維持一個中市持有的心態 好,謝謝方先生的查詢 接下來我們也跟阿諾談一談 有關3933的聯邦制約 發了一個營起的 預期中期的順利可以大升 而去年同期是賺4.3毫半的位置 其實也是說 其實也是說 這個聯邦制約 其實是說 它的營利會大升 增長就不少於6.5億元 而去年的同期 就是賺4.3億元的位置 其實也是說 這個聯邦制約 就說內蒙股的生產可以逐步釋放 接下來這個股價方面的表現 會不會是越來越好呢 你看到聯邦制約發了 營起股價就抽升了上來 我們就看回它的營起 說的公司上半年來說 賺不少6.5億元的人民幣 對比去年同期來說 就上升了14倍 當然你說上升了14倍 增長速度非常可觀 但某程度上 就真的因為去年的上半年 這個基數真的相對地較小 你說如果半年賺6.5億元 如果下半年能夠維持 這個營利能力在這裡 轉年能夠賺13億元的人民幣 對於這間公司市值90億元來講 現階段的估值上面 就的確不算貴 因為你說醫藥板塊 現階段市場都是看得普遍比較樂觀 最主要當然說 為什麼看這個板塊做得比較樂觀 因為很多的藥廠或者醫藥公司 都不斷去研發一些新製藥等等 這些都的確令市場會有一個衝勁 而聯邦製藥的營氣都提及到 公司牽涉的一些新型的藥品 都的確令到成為公司的增長動力 但是聯邦製藥 有一點值得留意 就是公司主要之前的業務 從事做一些抗生素中間體的藥品 這些藥品是屬於基本的藥物 但是就因為面對著產能過剩等等的問題 過往來講 國務利率就壓到非常低 所以今次份業績 除了看回盈利能力之外 未來會看回他們原本的一些中間體 或者是抗生素的業務 會不會有機會從谷底慢慢走出來 如果是的話 不排除股價是會有一個更可觀的前提升幅 所以從整個技術走勢看回 股價今天都突破52周高位 後市短期只要不跌穿5.8這些位置 我覺得有條件繼續向上望 所以有課的我覺得這些位置 可以安心地繼續持續向上望 但是這些位置值不值得去高追 這方面我就會有個保留 因為如果再次跌穿5.8這些位置 股價都擔心會有機會調整5.4 去到5.3這些位置才考慮賣到未止 好的 謝謝Anno的分析了 這一節的問答環節都差不多了 謝謝Anno 亦都是和你做一個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的 謝謝Anno 稍後再同解大家來問答環節